我们下一个重点词汇 就是我们后面的 使某人感到必须 这个重点动词 跟老师还是大声读一遍 oblige 再来一遍 oblige 这是使某人感到必须去做模式 就是特别强调 因为责任 因为义务 使他觉得不做不行了 特别好记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我们常说的责任义务 咱们大声读一下 obligation 再来一遍 obligation 好 责任义务 那oblige呢 就出于这个责任义务 使某人觉得不得不做模式的 咱们一定把搭配记住 这个搭配叫 觉得不得不去做模式 be obliged to do 或者是feel obliged to do 觉得不得不去做模式的 尤其是表示迫于责任 义务我觉得不做 这个心理不安 这个咱们看一个比较精彩的例子 这个例句呢 是出自我们的一篇范文中 就是我们2005年 这个考研的小作文 辞职信中的一个范文的片段 咱们看看是怎么说的 当然这篇范文 李老师在新概念三册的写作伴侣里面 曾经详细讲过 05年的考研真题 那么这是一封辞职信 向编辑写的辞职信 他说 Dear Mr. Wong 亲爱的王先生 这是信的第一段 他说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offered me such a golden opportunity to work as an editor for designs and fashions a best-selling magazine renowned for its extraordinary quality and taste 这个句子里面用了很多咱们三册的表达 首先说 非常感谢您 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金字班的机会 a golden opportunity 金字班的机会 这个在后面第十二课 生词中咱们会讲到 然后呢 work as an editor for designs and fashions 那么我在这个杂志社担任一个编辑工作 那么先加s后面加上职务 后面再加for跟公司名称 这个结构咱们在第四课里面就会讲到了 然后这是什么呢 同位于这是一个非常畅销的杂志 因为它非常杰出的质量和品位而著名 这个杰出的突出的extradinary 我们在第一课课文中 就会碰到 这个taste表示品位判断力 咱们在第二十六课中就会碰到了 都是新概念的知识 后面又说什么呢 I was thrilled by the news and have tried my utmost but after two months work I feel obliged to resign which is truly a tough decision for me 他说什么呢 他说啊 这个我一开始听到信息之后 这个消息之后特别的兴奋 be thrilled be very excited 非常兴奋 并且呢 已经竭尽全力了 try one's utmost 类似try one's best 这个在二十九课中 这个是否有趣咱们会讲到 但是在两个月之后 我觉得呢 不得不辞职了 因为我觉得能力不行 我在工作岗面上是给您添麻烦 不得不辞职了 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第一个段落先陈述写辞职信 这个事由是要辞职的 那么feel obliged to do 就要觉得不得不做模式了 你看在写作中就能给咱们文章增广天才 但是觉得不得不做模式呢 还有一些精彩表达 为什么多记一些呢 因为同学们都到了心甘见三册这个英语程度 很多人一写文章 不得不就会两个 一个是must do 一个是have to do 太偏激了 太偏激了 我们还要更多的表达 比如说be 或者feel compelled to do 也是觉得必须做模式 不得不做模式 这个搭配也行 但是注意这个compel呢 它动词原来是C-O-M-P-E-L 这个词多强调迫于外在的压力 由于外界有个压力 导致我们不得不做模式了 为什么呢 这compel表示迫使某人做模式 这个C-O-M这个字根呢 本身就表示在一起在一块 那么P-E-L 它本身也这个字根 P-E-L-P-E-L 这个字根的意思 就表示push 推的意思 所以大家一块去推 外界压力嘛 大家一块推不做都不行了 迫于外在压力 不得不做模式 你看书面用的场合 就窄一些了 看一个例子 President Nixon felt compelled to resign 你一个种总统呢 觉得必须得辞职了 当时因为出现丑闻嘛 所以外界压力必须辞职了 总统谁愿意去辞职 总统多爽啊 但外界压力太大 不得不辞职了 这个用的恰如其分 再比方说 跟它类似的一个搭配 我们把C-O-M换成I-M 我们说I-M跟I-N一样 表示在里边 在内部 P-E-L还是推 impel还是push 但这个push 强调内心的力量在推 P-E-L还是推的意思嘛 所以它迫于内心的 这个良心呢 责任感呢 道义 我觉得不做不行了 这个时候用feel 或者beimpelled to do 咱们同样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he feltimpelled to point out that they were making a dangerous mistake 什么意思呢 他觉得必须得指出 他们正在犯一个危险的错误 这个指出 他们正在犯错误呢 并不是我的一个责任嘛 我说的话呢 是人情 不说的话 是本分 但是我觉得 我看着你犯错 怎么能不说呢 这是我内心的一个良知 告诉我必须得这么做 这是觉得必须做模式 一些五星级的精彩搭配 咱们记住搭配 同时把它含义记住之后 在生活中使用时呢 一般咱们就能够把它用的正确而递道了 好 这是我们这个 觉得必须做模式 这个重点的词汇 咱们就学到这 我们可以退学的 伤道 我 偈